自助餐厅你们都有去过吧 通常都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才能够吃到做好的美食 可是广东有一家餐厅不一样 老板是地地道道的韩国人 自从来到中国留学以后 就深深的喜欢上了这个国家 毕业以后没有选择回国发展 而是留在广东 开启了自助餐厅 专门制作韩国常见的菜式 靠着好吃又不贵的理念 吸引来了全国各地的食客 懵命来吃 这是店铺的后厨 大妈们也在忙活着 先是往大姐锅中放入辣椒面和蒜米 用锅铲继续地搅拌和翻炒 继续往里面倒入洋葱调和包菜丝 用同样的锅铲不停地翻炒 这样让食材全部地浇上了辣椒面 变成红通通的色泽 这个其实就是普通的辣草白菜 只是食材搭配不同的原因 才会受到食客们的喜欢 接着将其倒入汤汁中 里头有豆芽和哈利等等 一块煮成带有辣味的浓汤 热气腾腾的 鲜香辣十分美味 直接用铁筒捞出来 然后倒进料理盆中就完成了 既然是韩国自助餐厅 那怎么能缺少炸鸡呢 将其裹上面糊之后 就进油锅里面 炸至金黄 放到旁边来 外酥米嫩的非常好吃 这道菜不需要什么技巧 只需要把鸡油们油炸熟就可以了 跟我们历史吃的炸鸡 也没有啥区别 但是其中有一道菜却很特别 要将包菜 青瓜 胡萝卜等食材 全部倒进黑色的料汁中煮熟 至今为止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种黑油油的颜色 让人看着以为是黑暗料理 如果能够搭配上一碗面条 相信会更加好吃 想想都让我口水直流 接下来呢 将猪肉片倒进锅中 搭配独门秘制的甜辣酱 徒手将它们搅拌均匀 从颜色上来看还是挺肉人的 再搭配上提前做好的辣白菜 开火全部翻炒熟以后即可 韩国菜市有一个特点 无论是哪一种食材 都会放入辣椒面 或者甜辣酱制作 让食材变得红彤彤的模样 辣度恰到好处 大人小孩都可以吃 餐厅呢 从开业到现在价格一直定在 35元一位 二十几道菜任意吃 领走的时候还可以领一张优惠券 下次来店里面吃 还能够折扣5块钱 如今店铺火爆网络之后 每一天能接到1700人 看着这琳琅满目的美食 顾客们都拿着饭盘自己夹 想吃多少就拿多少 这一家韩四自助餐厅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如果对比其他的自助餐厅 你们更愿意去哪一个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看着他 要吃了 好 好 好 大人 优优独播 好 这 好 感谢观看